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枣 有人这么干 行事拘留了 云南楚兄李家兄弟家门口摆着几盆兰花 很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那个野生兰花 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呀 这兰花叫春兰 属于兰科兰鼠春兰学 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 这哥俩属于是未经批准私质采药 并带回家里种植 涉嫌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对这两个人呢 立案侦查 并采取了行事强制措施 哎呀 栽个花给自己栽进去了 怪不得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呢 就这栽了个花就给栽进去了 人家只是一栽呀 没损坏也没拿去卖 担心这个花啊 在山上被别人踩死了 把野生的移到家里保护起来 这不得奖励吗 这个兰花春兰 我有个小学同学叫春兰 小时候我还欺负过他 这会儿想起来呀 吓我一脑门子汗 你说他是不是也是二级保护呢 要不我自首去吧 说我这个业余农民 财书学浅咕噜寡闻 咱就想问一下子 这个兰花是能入药治病救人防癌症啊 还是能治烂眼边 或者是能补脑子缺的那根筋啊 它为啥就被列为二级保护植物了呢 哪个专家给定的这是 我要是走道采了狗屎 是不是给我定个糟蹋专家食品罪啊 一盆花再好看 它不就是个观赏作用吗 据传说 那个品种好的兰花呀 动则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比我的命都贵呀 就这个玩意儿在家里边摆一盆 不就是个有钱人的玩物吗 也对 有钱人都喜欢野生的 野生的就是好呀 毕竟这个野生的私生子都合法化了嘛 咱农民老百姓呀 大多数都不知道 也不认识哪个是保护植物 你说上山遇上了 看着好看 就把它挖回家种着 又没拿去卖 这样也得行事 那以后上山还不得把双脚扛肩膀上呀 不小心踩坏一颗再给弄进去 万一上山放牲口的时候 牛羊把这花啃咯 是不是也得把牛羊关起来神山 他们要是不说话 就当拒不配合处理 处以急醒 架火上烤它 撒点咸盐自然辣椒面 要不然味儿不对 这花既然是重点保护植物 那么重要 你这么点 每一颗保护植物旁边呀 你插个盘 要是还不放心呢 再安排个保安 就在旁边站着看着 我觉得吧 老百姓心中的重点保护植物 就得是水稻 麦子这些个能让人吃饱肚子的粮食作物 其他的那都是扯的 你看吧 上述掏个鸟蛋 判十年 一栽兰花 立即立案 行事拘留 抓欠钱不还的老赖 也没见你们这么快 货车司机隐瞒行程判四年 核酸造假 张珊珊 现在都找不着 干的啥事 放屁是不是也定个污染环境啊 自不得脚腻 最后问个事哈 咱人类是几级保护动物啊 这等草剂比起来 哪个之前呀 点赞关注 实话实说 就是论事